好这一段的节目我们还会有三位来宾一起来讨论 其实现在不是决战520因为520已经过了 要决战523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日子 还有今天盘中大震荡的观光股到底我们该怎么看待 00940也正式公布他的换股名单了 21档进21档出为什么达人会说出去的比较好 先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好第一位是股市市工有年老师 有年老师等一下会细细的讲解 到底今天总统就职典礼上面讲的话有什么样的玄机 它能联动到什么样的产业 但无论如何520是已经要过去了 迎接523有两件大事情 一个就是挥达财报要正式公布 第二个台积电的技术论坛N31秘密武器正式登场 市工会就这些议题告诉你台股相关的联动股 有哪些一定要赶快看起来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股旗双分析师纪伟明 小明同学 小明同学今天满满的资料要来告诉你 好政策题材部分观光股上冲下洗 小明同学告诉你不要怕 他认为反而是从财报面上面很好的买点 除能概念则是今天走得比较强的小明同学 帮大家找出来可以走更远的另外双A题材 Apple跟AI在6月肯定会是重头戏连番上场 如何先预备卡位 小明同学今天飞电电子满满的资料 一定要看起来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题材猎人汉伟哥 汉伟哥每次都可以看到跟大家不一样东西 就像00940换股 我们现在才不要吃什么豆腐 豆腐真的不好吃 但是被他踢出来的21档股票呢 汉伟哥却告诉你 他觉得好奇怪哦 有一些还含习耶 有一些还高殖利率耶 为什么被踢出来 其实推踢出来比较好 他可以回归市场正常的机制 等一下慢慢讲给您听哦 好 首先有请永远老师 永远老师 现在我们已经改到要 523了 523了 是的 520已经是过去式了 没错 到底谁要接棒呢 辉达跟台积电要来接棒 感觉上我们电子股要活络起来 是的 今天竟然要告诉我们IP啊 好 IP真的是杀到个稀里哗啦 而且他们很两极哦 对 有的业绩好 有的比较普 只有靠您啦 对 好 OK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523才是真正的决战日 对不对 好 523呢 这个我们这边写522 这是美国时间 美国时间 那我们台湾时间是523的凌晨呢 挥达要这个财报要开奖啦 是 这个这次的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有成先启后的功能 哎呦 成先启后 是的 没有错 那么怎么说成先启后呢 因为呢 它这个去年的第一季的 他们的这个营收啊 这个各方面来讲的话 位阶都相当的低 基期都相当低 所以呢 第一季的营收 还有盈余啊 他们的这个成长率非常高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呢 接下来呢 下一次 我们现在呢 已经在第二季了 接下来我们要展望第三季 那第三季呢 它的这个财报呢 它可能要进入高原期了 因为呢 去年的第三季 它开始大量出货AI了 那所以呢 它的这个位阶呢 就会比较高 基期就会比较高了 所以它的这个成长率呢 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的强 是 它进入个高原期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 这一次呢 如果它的财报呢 还是超过预期 那么或许它的股价 还可以再冲一波 或许 那可是万一 没有达到预期的话 就要小心 它就可能会提前反映 高原期的来到 好 因为很多人很担心 它下一季的猜测 因为毕竟之前的H100 出的慢吞吞 对 然后大家要在等新品 新品就还没来 对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是这样子啊 你这个H100 我去年就 五月就下了订单 就跟你买了 对 到现在你还没出货 对 那你了解你新品看起来更好 要换季了 对啊 那我就干脆买新品 我买新品算了吧 是 这个有可能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台积电要在五月二十三号呢 它要召开这个技术论坛 是 哇 这个重要了 因为呢 它N31的毕命武器要登场了 台积电呢 它今天呢 那这个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今天大盘全部靠它了 你看这么长的下影线 而且它把这个跳空缺口填补起来了 那么很明显的是有人互盘 今天什么日子 就是啊 台积电怎么可以跌 当然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留了很长的下影线 那么是不是明天还能够继续反弹 或者是呢 还能够再涨一波呢 那我们要 也是要继续观察下去了 好 那我个人是感觉 可能会稍微要震荡一下 整理一下 好 我们都希望你往善良的那一个部分 是 我现在最近常常在休息 OK 好 今天到底总统就职说了啥 那今天呢 赖总统在讲话就职演说呢 这个就重要了 因为呢 它在治理行间呢 都做了一些暗示 报名牌 对 对 就在报名牌 这讲得这么明白 OK好 那么它有几个概念 就是第一个AI概念股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看到 今天AI概念股的表现也还不错 第二个呢 就是呢 中低轨道的卫星 低轨道卫星 我们这个要进入太空产业了 所以中低轨道卫星呢 今天中壘啊 郑文这些通讯概念股 其实表现也不错 另外呢 就是比较 这个就比较要 这个有一点点商量的 这个空间 是 就是呢 因为他先讲了呢 两岸互不隶属 那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政治上没什么问题 那可是他后面呢 又讲了说 我们台海呢 应该要互利互惠 那互利互惠的话呢 就可以重启商边 对等的观光旅游 是 他这个有讲到 帮我们的这个 观光旅游业有讲到了 可是呢 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 其实今天呢 赖总统他在这个 演讲的内容里面呢 他对台湾在国际的地位的定义 是 他是比较强硬一点的 互不隶属 对 就可能比较能互利互惠啊 对 他是比较强硬一点 比较明确强硬 对 比这个蔡总统当初 之前的这个立场 要来强硬一些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 这个对岸的反应了 好 那对岸反应来决定 所以呢 你可以看 今天呢 观光旅游 缤分两路 对 有的人解读是好的 所以呢 国民涨了 有的人解读呢 是比较平稳 平淡一点 所以五福达到第一 而且他们都是先涨后杀 是 本来是先涨的 对 对 没有错 然后再过来呢 就是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 发展多元绿能智慧电网 这个跟能源股 有绝对的关系 是 OK 再过来是加速都市都更 所以营建股 就获得利益 所以你可以看呢 今天能源股跟这个营建股 其实他们的走势是比较整齐的 是 要整齐一些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大盘 大盘呢 我们讲 这种技术面来看 上礼拜四留了很长的上引线 今天留了很长的下引线 形成一个呢 上下引线交错反转的一个这种格局 是比较有利于多头的 所以呢 我们从上一次这种情况看起来 在这里有出现过一次 类似的状况 第二天是收红的 可是他收个小红十字线 那最好是明天呢 能够呢 这个上涨个 两百点左右 上涨个两百点左右 那对大盘是比较有利的 明显在越来越明确了 对 可是万一呢 是收黑的话 就比较麻烦 是 就比较麻烦一点 那到底是收红收黑呢 那我是觉得说 看两岸关系 是 因为这一次赖总统讲说 我们加强跟美国为首的 民主国家的这个连结 那么两岸关系 能不能在这种状况之下 获得改善 那就要看对岸的态度了 可是现在美中贸易战 又打得很凶 是 对 所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不管怎么样了 那他有提到电力的 电力的改善问题 那如果能够达到 供电无余的话 那对我们的电子业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一点可以值得注意 那今天呢 涨多休息股 大家没看到 几乎都是电子股 几乎都是电子股 在休息了 可是呢 低位阶的股票呢 开始补涨 像IP股 高价低位阶 对 还是很贵 一千多块 两千块 千万不要看他股价高 就认为他高位阶 低位阶 对 他的位阶其实相对的低 那么生计股 其实的表现也很常 今天低价生计涨停板 对 那当然他们 这两档股票涨停 是有他的因素 就是因为这个最大的 这个点滴的供应商 是 那他就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有这个 可能有转单 对 转单的效应 好 所以我们先看 跌升的IP股 获利转加 进入加进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资源 他是比较弱势一些 他营收是衰退的 第一季的这个EPS 也是衰退的 然后外资跟投信 都站在卖方 那可是创意 大家注意看 他的四月营收 还有他累计营收 虽然是衰退的 可是 像他第一季也是衰退 可是 外资他们是开始买潮了 好 一定有点原因 一定有原因的 然后 力旺 力旺 其实他的表现 都是不错的 他都是不错 不管怎么样 都是不错 然后筹码 表现也不错 可是他的股价 还是在相对的 低档位置 有点委屈了 那另外呢 就是世新 世新呢 你看 哇 表现这么好 结果呢 这个外资跟投信 都站在卖方 因为他把说 自己讲了嘛 2026年才会比较 对 他2025年不好 他就说 他2025年 可能比较弱 大家也想说 2025年 好像快到了 说好 OK 6533的金星科 其实他的基本面 其实也还OK M31呢 其实表现也不错 那可是呢 这些的股价呢 因为高价股在这一波呢 都跌的真的还蛮惨的 大概平均的跌幅 大概是在45%左右 那真的是 我觉得有一些股票 是有委屈到的 像创意 就是被委屈到的股票之一 大家可以看 他今年呢 他虽然 刚才我们讲过 他营收啊 或都出现 第一季的 都出现衰退的现象 这四月以前 都出现衰退现象 可是第二季呢 他营收 应该会比第一季 出现双位数的成长 这是他们公司的讲法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外资跟投信 在过去五天 都开始翻空为多了 加起来买超1251张 技术面上来讲的话呢 这里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已经快要出来了 呼之欲出 然后现在已经站上了 所有的短中长期的 移动均线 所以他的底部 似乎已经打好了 而且呢 量价都出现 配合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支股票 应该有机会呢 这个一吐闷气啊 IP股里面算 现行比较好看的 是的 然后再过来呢 我们看生计股 好 生计股呢 我相信啦 在上个礼拜五之前 大家都不会想要去看他了 可是他们也是这样 是不够连贯的族群 今天就真的也是稍稍典放 对 没有错 就会 今天就看起来就比较 这个稍微的弱势了一点 那像今天呢 有涨停的啦 像是南光啊 对 南光这些股票 就是刚刚我讲的 就是因为呢 他们这个 这个点滴的 这个效应的问题 这个替代的效应问题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呢 一些长期呢 比较表现比较优秀的股票呢 像是美食 它有血癌的药 那最近最强势的是药华药 药华药 其实它的这个营收呢 你可以看 它成长率确实很惊认 也转亏为盈 对 也是转亏为盈 然后宝瑞的表现也不错 可是以个股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是认为呢 像是4105的东洋啊 这档股票 可以值得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 它四月营收年增率35% 今年累计15% 其实它表现是相当好 现行怎么那么可怜 其实在这里 我们这样子讲 它在这边 做出一个M头 可是呢 在这里呢 用相对的时间 做出来一个头肩底 因为我觉得它营收累计 是成长的 可是你看这一波 台股创新高 对 它就躺在那边 对不对 我们就要知道 就是你做底的时间 一定会要比做头的时间来得长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头的时候量会比较大 是 那做底的 足底的时候呢 它的量能会比较小一点 时间 所以时间要拉长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它时间确实已经够了 是 整体的时间确实够了 而且呢 它这个头肩底的形态 已经快要成型了 它现在唯一欠缺什么 成交量 如果它成交量能够出来的话呢 占上了这些 所有的短中期的游泳均线 尤其是这一根大量 是 它只要能够占上的话 那么头肩底就可以成立 它就可以来挑战这个 M投了 而且 最近过去的时日呢 外资跟投信呢 也开始翻空为多了 开始买超843张 重点在这里 因为呢 它现在 今年的海外的销售呢 占比大概10% 同时布局东南亚医疗的市场 所以这只股票呢 是比较有一些的前途 可以值得观察 好 前途哦 位阶又低 没有错 然后呢 再过来4746的台药 我觉得生计股很委屈 很委屈 怎么都长这样 其实 真的 其实因为这些的股票 生计股呢 我们之前讲过 它其实跟美国的生计股 你可以值得去观察 现行场一样 他们都是差不多 这个美国生计股呢 去年也是很惨 你知道吗 基本面也不好 然后呢 位阶也相对比较低 可是轮到今年的话 通常这个美国的生计股 已经开始出现反弹了 那我们台湾股市呢 这个生计股应该也有机会 那台药呢 它之所以会跌到这么深 是因为呢 它第一季的这个EPS是负的 是 没赚钱 赔了0.8元 它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它本月是赚钱的哦 那赔什么 因为呢 它投资台康生 所以账面损失 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台康生的股价是大跌的 所以呢 它账面的损失 其实它本月还是赚钱的 所以到第二季呢 我们是认为是 台康生再跌的空间应该有限 那么对于它来讲的话 它的营收呢 它自己本身的营收跟盈余 应该有机会成长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支股票呢 再拉回来 再打一只脚 就有机会呢 形成一个WD了 不过它现在均线盖在上面 对 所以它会不会马上就遇到 例如说季线啊 会有一些反压的问题 它会有一些反压的问题 所以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这边还要再拉回来 打第二只脚 它才比较有机会呢 这蓄积足够的动能 开始往上挑战 虽然希望523有好消息 但可以看得出来 您选股其实偏向比较保守哦 是的 没有错 对 找位接低有机会在网上做供给的 是的 没有错 好 这边非常谢谢股市事工又年老师